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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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小姐, 很久不見了 子輝, 我這次真的求求你 你借五萬塊給我 五萬塊? 五萬塊就救你爹的贖罪了嗎? 子輝, 我求求你 你連我們一夜夫妻也好 連我爹跟你認家以往的交情也好 你借你五萬塊給我 為甚麼你要回來求我? 你不求我偉諾? 明眼都知道是偉諾下手腳和你爹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只希望你借你五萬塊給我 讓我和爹地縮一間大屋 連屋子都買了? 那還送來幹甚麼? 遲早你爹地又不是要蹲牢? 到這時候, 你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 只要你肯借 對不起, 我的原則不會變 應子輝 要不要叫蘭姐替你開胃 怎麼樣?今天新聞之頭條, 又是搬幾坑? 阿駱, 我覺得你做得太過分了 我過分了 他當初怎麼對我? 假如他不是這樣害我的話 我也不會這樣做 我明白 但是你也不需要把他弄家當產 我不想做菩薩 我知道你不會這麼簡單 不過, 德師好以衰回首 做人不要這麼絕 顧著山水有相逢 我沒有做錯 這次搞定姓潘的 下次那個應該是姓應的 冤冤相報 我也不知道這是你的缺點還是優點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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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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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多就把我的老命拿走 你這麼說, 我們只是來看地皮 剛剛經過就順便探望你 這麼有心?坐吧 不用了, 附近的地皮被我買了 不用多久你這間洞都會移為平地 黃哥, 我還想看他甚麼符符要出 來吧, 香茶 我就習慣了 謝謝你 其他人呢? 你只是曉彤嗎? 其實你和我都害得他夠了 我只是曉彤和引淡女 麻煩你不要再騷擾他了 你這個女兒風光, 首席華人代表的老婆 很可惜, 你這個聰明女婿 娶你女兒之後, 連你也不理會 你這個做外父 我不會 細小子很難說 不過這樣你怎麼氣都氣, 我就不生氣了 對了, 我先出林雲的花 冬彤, 我忍了很久了 你告訴我 為甚麼上次你們這樣弄弄我 是逼人無奈的 我這次是以其人之道還以其人之身 如果你想報復的話, 你儘管來吧 報復?我為甚麼要報復呢? 對, 我一向都很相信報應 年輕人, 我勸你一句 做人有時候不要做得那麼絕 不然就沒有彎轉 到時候你真的後悔莫及了 你現在後悔了 是, 當時我的確做得太絕了 所以... 威樂 我不是向你求情 我只不過認為鏗哥已經受救了 你看看他現在這樣 難道你還忍心害他? 他當時只是表白自己沒有運到鴉片 事實上他當時真的沒有這麼做過 他加了應子婦來陷害我 不是, 那些鴉片是一隻沉船樹找到 鏗哥也不明白, 他也想知道為甚麼 是, 他沒有做到 但我怕他女兒嫁給我 所以故意轉為應子婦 弄得我要坐牢 讓應子婦去娶他的女兒 你錯了, 鏗哥從來想都沒有這麼想 那他為甚麼把所有的罪名推在我身上 這只是迫於無奈 迫於無奈 難道他這樣做就被人要脅了 沒錯 是應子婦 他曾經這樣暗示過 如果不把一切的東西放在你身上 他就不幫助鏗哥洗脫罪 應子婦? 不錯 是, 鏗哥是自私一點的 不過他當時只有這條路線 換過任何一個人都會像他這樣做 為了, 你對鏗哥的暴復 真是太過分了 有, 鏗哥是我的頭 還有, 鏗哥是海底 有, 鏗哥是日子 有, 鏗哥是天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爹, 你幹甚麼? 沒有, 你記不記得 我們後花園的米仔辣辣很香 我就想在這裡種幾盤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間大屋被人買了? 是嗎? 我們這間屋值多少錢? 是位樂買的, 他出價二十萬 價錢也挺公道 爹地, 你不生氣嗎? 不生氣?我生氣甚麼? 爹地, 他... 有錢人誰出得高價就誰買到我的房子 偉樂買到就怎麼樣? 有錢人跟偉樂有甚麼分別? 有錢人, 替我搬一頓禮 讓我開門吧 有人托把信交給潘啟鏗先生 交給我, 謝謝 爹地 爹地 爹地, 有封信交給你的 是我們大屋的鑰匙 有封信 潘先生, 家在他日犯了手獄之後 自當奉上 偷運銀元一事, 以為人頂罪 請放心 有本財 住在後 跟你企圖 兩盒 不依臨 都不會不停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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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封信 都不會不停 你那個胃囊怎麼會還給我一間房子呢? 他無非是良心雜備, 想自己過一會兒安樂一點 不是, 良心雜備應該是爸爸才對 當時我只顧到自己利益的問題 我實在太自私了 算了, 爸爸 曉彤, 事到如今, 爸爸也無謂你 其實偷運鴉片的時候 不關爸爸的事, 也不關韋樂的事 不過我眼見這個首席華人代表 就要落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不想這件事影響我的聲譽 所以我把一切的責任都推在韋樂身上 這件事我早就知道 你早就知道了 那為甚麼你一直都沒有怪爹子呢 那很難怪阿偉樂這樣向我報復 如果反過來我是他 我可能比他厲害得多也不定 你跟韋樂說過這件事 你跟韋樂說過這件事 是, 是有榮叔跟他說的 所以他就送回一間屋子給你 是 我想我也要向韋樂多謝一聲才對 我也要找他出來說清楚 我們之間實在太多誤會了 阿樂, 你不怪我那次打了你一拳 算了, 大家都是朋友 何況我還差你二十拳這麼多 來, 乾杯 好久沒見過你笑得這麼自然 以前我笑得很難看嗎 那倒不是 不過呢, 有些少女藏刀 那個你大哥阿珍 希文, 做完善事之後 那個人寧寫開心 你良心責備了吧 我良心責備什麼 我韋樂從來頂天立地 不做虧心事的 那次你陷害潘叔叔那時候 你怎麼沒這麼口響呢 常個次是他陷害我在先的 這些是他應有恥報 那你說算了嗎 是呀 所以我就把那間大屋給他 而且連偷運銀員那件案 也搞得他不關他的事 那豈不是良心責備 不然你怎麼這麼做 是呀, 現在陪他那間屋給他 雖然無法避免 但是總算對得著天地良心 曉彤的確沒看錯人 你是個恩怨分明的人 曉彤想親口多謝你 是呀 對方是正好 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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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晚上八點, 香港酒店 阿樂 好, 謝謝你 好, 到的了, 再見 誰來的? 梓謙大 是嗎? 他們有個今晚喝酒 那明天陪你看戲 我買了些東西送給你 甚麼? 看得對嗎? 這麼大, 要換個鍵鍋才行 不用了, 算了 沒你那麼闊 一平 假如有一天你回來不見了我 那你會怎麼樣? 我不是找個第二個嗎? 你以為你又好嗎? 我不是找個第二個嗎? 什麼調情, 什麼調意 還不是他自己騙自己 什麼調趣, 什麼調味 是的 小嫂, 你以為你還是來的 怎麼會呢? 我一向都沒有嘗試試弄 Helen 你又說來這裡, 跟我說聲多謝, 今天還沒說 你跟他說多謝這次, 我想再對一聲 上次, 我太衝動了, 罵了你爸爸 算了, 挺道歉的, 應該是我先 我害了你爸爸的身份, 幾乎我也沒得住 很對不起 我說, 我很對不起 其實, 如果我們冷靜一點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什麼事發生 對不起, 可能你要嫁的人 不是應指揮, 是我 我是做個好朋友的 只要你記住, 我要把你拍大 我找到, 我要看 我愛你, 我要看 我愛你, 你們是 我愛你, 永不靈 我愛你, 我要你 我愛你 眼不靈 前面的路口停下來就行了 我車到門口 不用, 我自己走兩步路就行了 好了, 我不想有甚麼累 你走錯路了 我知道, 因為還有事跟你說 我這件事想問你, 你要說真話 你還愛不愛我? 我已經嫁了... 我只是問你, 你還愛不愛我? 我駕別應子輝 我這一生只會愛我丈夫一個人 你說謊話 你心意我很感激 不過我們之間只可以做普通的朋友 老頭 老頭 英子輝對你好不好? 甚麼子儀沒有跟你說過嗎? 他跟我一樣這麼討厭他大哥 連看也不想看 無論紫輝怎麼對不起其他人 他對得我也很好 其實我問你多餘 你這個好女孩子 無論誰娶到你都會對你好好的 但求你幸福, 我就安心了 你放心, 以後我不會再來找你 再給麻煩你 你自己保重吧 我愛你 我愛你 你好,幹甚麼?上來偷看 其實我覺得後面那個大樓就更漂亮 你今天送給我的火轉濕口針 我很喜歡, 雙胸不錯 其實我知道為什麼你總要買這塊樓 因為這裡可以看到對面演家的大樓 這些男人可以陪著一個女人 但是心裡又想著另一個女人 我知道, 你這幾天對我特別好 又買東西哄我開心 就是因為你問心有愧 是, 你對我太好了 所以我要對你好一點 我不是要你報恩 不是報恩, 是感情 感情?我跟你之間有甚麼感情? 子弟, 請 我問你, 放開床頭的照片 我是站在你左邊還是右邊拍的? 我問你, 放開床頭的照片 我是站在你左邊還是右邊拍的? 同床二虎, 等你心目中根本沒有了 人家已經是認太人 忘記不了, 也要忘記 你放心, 我跟班小姐有言無憤 我不會再強求 我只求每人可以見她一眼 已經心滿意足了 真是難找你, 娘 虎仔之間應該忍揚一下 是呀, 忍揚應該有個程度 沒有, 也不知道怎麼說 如果你真的跟慈輝是合不來的 就要跟我離婚了 爹地... 爹地還養得起你 發生了這麼多事之後 我不想再自尋飯了 或者我是明中注定要嫁給應家的人 那就聽起來自然了 反正我現在想出來找工作 打趕時間 是嗎?做事嗎 我想跟阿汪那一家份 開一間平民義學 那好吧 如果能夠既成在工作 結識多點朋友 那就不用時事對著 黑黑面的人了 對了, 你要不要爹地幫忙 我有自食其力 是 應太太, 等車 你是... 我們見過了, 你結婚的時候 我也有去的 我認得你, 你是方是平小姐嘛 我送你一程 上車呢 你剛才去看爹地來嗎? 是呀 你是想問偉樂的 如果是的話 你放心, 我跟他之間已經結婚了 我跟他之間已經結婚了 我到了, 謝謝你送我回來 我很感謝你, 你真是生得很漂亮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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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